中共网络监控跨足海外,可监测53种语言舆论,中国网络监控已从本土防火墙内翻到墙外,并渗透到世界各网站外媒报道,中国政府部门已采用一款监测软体,可监测港澳台等境外8000多个社民网站,甚至可采集53种语言舆论资讯。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,中科点击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军权网络渔情监控系统,已被中国政府部门应用,在中国境内置有1.8万家渔情监控据点。 据中科点击资料这款系统可以分析渔情、资讯预警、热点分析汇集负面渔情、渔情趋势、简报、分析、推送及统计分析等。 还可以监测新闻、论坛、部落格、微博、图片、影片等此外,这套系统还可以采集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以及维吾尔语、蒙古语、藏语、朝鲜语、状语等。 阿拉伯语、越南语、老挝语等,总共53种语言的舆论资讯还可检测港澳台,境外8000家盛名资讯网站,报导引述河北独立媒体人朱熙熙受访时,表示专制统治者需要通过监控所有的人,包括监控境外的言论、行为及资讯来维护统治权。 一些民营公司为了从中得力,便与当局狼狈为奸旅居德国的蒙古族维权领袖习海明受访时则表示,中共政府从海外获取的科技被用于对民众的监控,现扩大致海外实在令人担忧这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。